今日话题 欢迎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你主持的今日话题 在过去的这一段疫情期间 2020年的时候 我们都知道有一些行业 有一些人他们是在这个疫情期间反而生意好了 比如说开会的远程开会的这些网站 比如说各种各样的电子游戏 包括串流的平台 什么Disney Plus、Netflix 他们的订阅的人数也逐渐的在增加 这是都是 但是还有一个行业 我们现在发现也是在蓬勃的发展起来 而且利用这个疫情期间反而转行了 从他们自己的小的工作室里边 小租的一个公寓里边 一下子转站到了网路平台上了 这个就是算命这个行业 这个在在我们中国大陆叫算命 但实际上在老美这个地方呢 他不叫算命 也可以叫Fortune Telling吧 也算可以 但他有别的效法 对对他的这个说法不一样 但实际上归根到底也就是算命 就是告诉你未来可能会发生这些事情 他跟中国的这个算命略有一点点区别 他可能看不到那么远的东西或者那么具体东西 但是他你比如说他也有爱情是怎么样 工作怎么样 这个孩子怎么样 前景怎么样 我是不是应该换工作 他也会不管是魔能两可 还是这个就是信誓旦旦的 他也会告诉你他看到了什么东西 这些人呢 如果这些人告诉你说 他是有这个什么阴阳眼啊 是有什么灵媒灵异之类的 这个特异的功能的话 那他能看到一些我们所看不到的东西 对那么今天跟大家聊聊这个趣味的话题 一个礼拜下来挺沉重的 是吧 对 稍微趣味一下 就是说我们普通的老百姓呢 有一些基本的了解 就是说我们的东方 尤其是华人的文化和西方文化 在这方面呢 稍有一点区别 比如说在整个的西方的传统当中 应该没有看风水这件事 所以以至于没有这个英文字 现在的英文字之号叫风水 把它给移过来 但是呢 他们比较用的是什么塔罗牌 对 这个就绝对不是中方的文化了 绝对不是我们华人的文化了 他们比如比较吉普赛的那种 看什么水晶球啊 对 还有人那个读茶叶 对不对 茶叶的 他观察这个东西 首相是很重要的一个东西 有时候我们在街上开车都会看到 对不对 读首相 给你看首相 面相这个当然中西方都有了 还有一个大块的东西 是跟刚才那些都有些相关的 就是星座 这个东西也是比较西方的东西 中国人没有什么射手座 处女座这些 我们的文化当中没有这个东西 反过来呢 我们的文化当中的一些 它也不一定有什么八字啦 什么笔画啦 看看你的名字多少话 紫微斗树 紫微斗树啊 什么这类的 西方当中也有名字 就是说你把你的名字写下来 我看 我看你怎么写的 你签字 我看你怎么签的这个字 从你签字这个当中 读出一些东西来等等 我们今天把这个重点放在塔罗牌上面 因为呢 我最方便的还小有一些研究 今天带来两幅 塔罗牌呢 长的是这样子的 塔罗牌大概一共是 不是大概 塔罗牌就是78章 塔罗牌的 它的理念是这样的 我们今天没有宣扬任何的迷信 我们今天就好玩 请大家不要到时候说 什么节目宣扬迷信什么之类的 别到时候节目之后打电话 找中信算命去 我告诉你 我这么多年保持这个命 我就是不想炫养出去 因为我收费太高了 不是 因为塔罗牌是特别有趣的一个东西 它有悠久的历史 而且有的非常深厚的西方文化的传统 它的这种构思呢 就是对世界的理解 我再次强调 没有 我们开玩笑 说的好玩 别当真 世界是由火 风 水 土 等等 这些基本元素组成的 古人这样相信 所以这78章牌呢 它甚至有浓厚的基督教的文化在背后 你比如说它里面有圣杯 圣杯你这就不用说了嘛 对不对 最后的晚餐 耶稣基督用的那个杯子嘛 有新币 有宝剑 有权杖 什么等等这些 当然还有它的文化的传统 什么小丑啊 什么之类的 而78张塔罗牌中 能量最大的那一张牌 就是我现在手里举的这张小丑 我这个牌我还有两副呢 另外的一个小丑长的是这样的 都是不同的牌设计的不一样 但是它的理念是一样的 这个就不多说了 只是告诉大家呢 这个塔罗牌的算命啊 它特别好玩是 有一本书 它告诉你每一张牌 是什么意思 然后它有一种摆法 你在桌子上怎么摆 摆完了以后呢 然后你说你要算点什么 对不对 等一下我当场给高明算一把 开玩笑 然后关键的是 它可爱的地方是 你把每一张牌代表什么 背下来也不行 当然可以背下来 是有用的 但是不行 因为它里面有另外的一个成分 叫做给人家算命的 这个人的 他的知识和想象力 这下就麻烦了 你知道吗 就有些人不同的牌 或者是同一张牌 不同的算命 他读出的东西不一样 他读解读的东西不一样 根据你对 他整个的这个文化的渊源的了解 解读的不一样 所以我收费刚晚 对不对 今天就用这个开玩笑 是说什么呢 我们就讲呢 先讲这么一个人 叫Hannah McIntyre 用他来开 他在网上的会 我们绝对没有给他做宣传 也没法给他做宣传 对不对 他在英国 他在网上可以 对不对 他是个英国人 我们听一听这个人 他的声音 他是怎么说的 Hi I'm Hannah McIntyre A clairvoyant medium based in Kent UK And I've been working with the spirit world for the last decade bringing hundreds of clients messages 他就我这是给大家 只是听一点声音了 他在这自我标榜一下 我在英国的Kent 这个郡 我在这我可以给大家算命 那么这就引出了今天的话题 他在英国的Kent 肯特郡 你怎么找他算命啊 上网了 可以了 上网了 他的收费不贵 比中讯便宜 便宜多了 他那个 15块钱 加7毛5分钱的手续费 大概15块7毛5吧 就基本上可以算一个 你的运势了 大概就是这么个情况 什么问一下 你工作情况怎么样了 爱情怎么样了 大概就是这个价钱 就是我刚才说的四大元素嘛 就是说水火 那个土 土 水火嘛 是不是 对 问题是这样 就是说人 每一个人的情况都相当的复杂 对不对 你的孩子跟我的孩子 他的孩子 情统 男的女的什么 没错 可是 人类的再复杂的情感 和再复杂的人际关系 到最后都能给 非常的简化 喜怒哀乐 你再说还有什么吧 对不对 他最后还是能简化 你再不同的孩子 他也是孩子 对不对 他把世界上 每一个人不同的问题 都归纳在这78张牌里头 对吧 这78张牌 要解释我的问题 要解释中讯的问题 要解释 全能解释 所有我们听众 每一个人不同的问题 他都要解释 这就靠这个人的 要不就是他的功力 要不就是他 这个 就是口舌 就是说他的这方面解释的这个能力了 因为他这78张牌 每一张牌代表什么东西 他每一张牌都有各种不同的意义 比如说有的代表什么创造力了 一会又是这个了 那个了 可是问题 你怎么知道在什么地方用什么东西 有 而且 可以知道 对 而且所有的这些东西你不需要背 你到网上 你就把这张牌打到那个 Google上一查 他全给你出来 当然 他出来的都是叫做标准的东西 对 所以每个人都看到的是同样的东西 但是在解释方面 在看你问什么东西 他大概是什么意思的方面 这个就靠经验了 有很多人 就是专门 以这个为生的人 大概他见得多了 而且可能有他们自己的这个 这方面的这个窍门吧 或者说他们自己说 有他们自己的叫做能量 加持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他要用他的能量 加上你的能量 然后他还要把宇宙当中的 其他的能量要吸引进来 对 所以才可以每个人都给出不同的 根据这78张牌 你可以想象出来 就这都是死的嘛 可是问题 他要把这个要变成 什么成千上万不同的答案 给不同的人 否则的话 你光有一个答案 给应付所有的人 那肯定是不行的 不行不行 是这样的 刚才你一开始说 什么西方不叫算命 确实是 他有这么一个东西 叫灵媒啊 他呢可以通灵 就是说 你找到他 他说 你们家 有人去世 是吧 你今天 来找我 就是要跟你已经顽固的人通话 没关系 是谁啊 我们那个 比如说爷爷 好 他就去跟那个死去的爷爷讲话去了 然后爷爷的声音 从他的嘴里出来跟你对话 他作为中间的一个媒介 这种人 灵媒也是他们一个比较特殊的东西 那么这个就回到今天的另外一个主题 为什么我们要讲 现在在疫情期间 他们的生意突然之间火起来了 不用说大家可能已经猜到了 焦虑和不安和不确定 以及悲哀 家里有人去世 使得人们对这种东西的需求 大大的增加了 以前是直接开车到他们家去 对不对 坐在他面前 看看你的面相 看看手相 或者让你喝一杯茶 喝完以后他看一看 还咖啡也能读 喝一杯咖啡 往里和他看一看 这些剩下的茶叶的样子 什么跟你面对面的聊一聊等等 现在这些人没有办法去到家里去 只好上网 那么这些人 算命的人 这些灵媒 他们也看到了商机 你这个十块 那个二十块 你知道不 他刷刷的钱就多起来了 而且到网上去进行算命的 这些人的人数 丢掉了工作的人 家里有去世的人 然后不知道未来怎么样的 这些由于大增 使得很多的平台 在这方面都有这样的服务 那稍待我们再看看 这些平台分别是什么 以及他们用什么方式 把这些人吸引进来 先免费 然后再收费 他们用什么样的方式 欢迎去收听 由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 这段时间跟大家讲的是 零媒业 就是这个算命 西方的这个算命行业 现在已经逐渐的转占到网上了 他们使用的平台有好几个 其中有一个不少的人都愿意去 就是Clubhouse 这个地方如果去过的人都知道 其实我们在接触话题当中 曾经也介绍过这个平台 就是当初它刚刚起来的时候 这是一个你可以免费去 但是它是必须要有邀请的 受到邀请以后你进去 进去以后它有各种各样不同的聊天室 然后你就可以进去 每个聊天室有一个或者多个主持人 然后有一个具体的主题 所以 但是你也可以开一个聊天室 你也可以聊 就是说上Clubhouse没有不需要邀请 任何人都可以下载 对 就是进到那个聊天室 你需要有人或者你自己开一个也可以 所以他们去那儿呢 当然是就开他们的这个聊天室去了 开了聊天室以后呢 当然这都是免费的 因为来的客人都可以问各种各样的问题 跟你直接进行交谈 他们是通过这种方式呢 第一是让人家接触到他们的这个行业 因为有很多人说实话 对这个什么算命之类的根本不了解 怎么回事啊 什么塔罗牌啊 你到了他那个里头呢 你可以跟他去聊天去 然后在这儿 在这个里头呢 他就可以拉到这个具体的客人了 比如说你有具体的问题 他说那行 咱们私聊吧 或者怎么样 那就可以了 慢慢的 他在这儿不赚钱 但是他有了知名度 或者说有更多的人到他的聊天室 问问题什么的 勾起兴趣来以后 以后就等于是变成他的顾客了 我可以告诉你 就是如果你先看过他的免费的 一些视频 或者是听他的一些讲话的话 因为Clubhouse是声音 没有图像 对 你要真的进去听的话 我觉得十个人当中可能得有三四个 到后来付钱 因为他的免费的那个 就像是开胃品一样 对 好吃的不行 那个开胃品 他开了你的胃 你就会点大餐一样 他说的那个东西呢 是他在他的行里面 可能十年二十年几十年的研究 一些东西 对你来说是太陌生了 你跟他不在一个平台上面 所以他扔出一些话来 你是越听越有道理 你知道吗 信息不对称 句句打中你的心 然后他就说 三块五 什么六块八 什么之类的 你知道吗 到最后也就是十来块钱 但是你想 我花了个十几块二十块 居然被他给我个前世今生 跟我说的清清楚楚 干嘛不呢 你知道多么有意思吗 西方人在这方面 比我们华人 特别吸引凌媒 你知道他汽车钥匙找不到 他都会找那个凌媒去 知道吧 就是说我怎么也找不到 我这个汽车钥匙了 那个人闭着眼睛 跟你有的没的 跟你来一下 你是不是 东南方 对 现在呢 他在疫情期间多了一项服务 要视频 叫做视频望诊 我们知道中医上有著名的望诊 对 看中医他 我必须得看看你 伸出舌胎啊 什么之类的望诊 当然还有靶脉什么之类的 他现在有望诊 居然 现在有消息说 他能够看出来 你有没有癌症 现在有这么一个宣传了 他已经把它 或者看那个嘛 看那个叫什么 新冠病毒都看 对 他能看你有没有被新冠 他能感染什么 他用他 让他看一看 他都能看出来 这个呢 就让我们回到 其实整个的这个东西的起源 都是人类的不幸开始的 有对这个灵媒的这种相信 主要 现在有人考证是 比较盛行的时候 19世纪 因为那个时候的婴儿死亡率很高 当婴儿死亡率高的时候 你知道家长那是多么的悲痛欲绝 刚刚生出来 或者不久 这个他怎么解释啊 这个事情我找不到答案呢 这个时候灵媒来给你一些解释 甚至把你通到那个已经亡顾的孩子那里啊等等 塔罗牌比较早 塔罗牌根据我这儿的这两本书呢 是都是这么讲 都是在15世纪中叶的时候 那个时候问世的 所以其实我们知道扑克牌本身都很神秘 对不对 那52张扑克牌或者叫纸牌多少魔术 几千几万个魔术能够拿这一套牌 为什么它是四个花色 为什么是13张 这个里面神秘的不得了 如果你要去仔细想这样的话 那塔罗牌就比那个纸牌就更近了一步 那78张精美的设计 古代的那些服装 那些穿着袍子的女的 穿着带着配件的那些男士 骑士啊什么这些 特别的好看 特别的有趣 就是说我觉得 你把它作为一个人类的文化遗产的话 把玩一下的话都很有趣 对 那个一开始的时候呢 这个行业他们也有一些犹豫和挣扎 就是说因为什么呢 因为这是一个非常传统的行业 这已经存在了这么多年了 算命这东西 如果不说塔罗牌的话 算命这东西上千年都有了 那甲骨文是干什么的 对不对 在中国的算命都几千年了 所以在西方的算命什么的 也又上千年了 当时一般的传统都是到算命的那儿 到他家里头或者到他的办公室去 然后他给你营造出一个比较神秘的气氛来 什么闪着紫光啊 什么家里边有点点着香啊 粉质香啊什么的 让你去以后你感觉到有点 反正和一般的正常的情况不太一样 但是呢 现在到了网上 这些氛围都没有了 所以呢 这些通灵人士或者是这个算命的人呢 他们当时就在想说 哎呦 这个会不会影响他们的生意 但是现在看来没有 非但没有 反而还把生意扩大了 把他这个生意呢 从自己的这个小的社区 一下子变成一个国际的舞台了 那就好 那就好